张凯对一诺发出逆天言论 导播太离谱 硬捧一诺 给大帅都比给他好 你给一个活到最后的大帅都没问题 但是你居然给了一个0-4的孙上香 你不要太离谱啊 不要硬捧啊 A.G老年组差点就有机会齐聚 七年跟最初可惜了 猫神早就有人挖 魏央 A.G的节奏由自己来带 伴随着A.G赢下TTG 他们第二轮的成绩是四胜一副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能看出新版本奶茶 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纯粹的四宝一阵容 就像以前的真香组合 可以看出奶茶就是想把明世影家孙上香 打成一个稳定吃分体系 然后张凯就对一诺发出了逆天言论 直言导播太离谱 硬捧一诺 0-4的孙上香也能拿到MVP 甚至还说导播给的回放就是挨打画面 这一场给轩染或者大帅都行 就是不应该给一诺 属实是有点诈 0-4硬给孙上香MVP 我真的服 这是什么 这不给曹操 这不给肉圆 0-4的MVP都可以给的 只有说这一把 他虽然是明刚是他的全场的经济 他刷的是非常的 范木能力非常的牛 给大家看看回放 我是怎么死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虽然死 但是我是真敢输出啊兄弟们 OK 支持我 支持我导播 这个MVP你认给他的 太离谱了吧 我说你给曹操给元流都没什么问题 甚至说你给异星都没问题 甚至说给这个大帅都没问题 但是你万万不该给的 是那个宁刚式的孙上香啊 对吧 你给一个活到最后的 打出来都没问题 但是你居然给了一个宁刚式的孙上香 你不要太离谱啊 不要硬捧啊 不要硬舔好不好 不要硬舔 然后AG老年组差点就有机会齐聚了 魏央经过一诺的拉票 已经超越吕德华拿到第一 到时候就可以组建自己的战队 可惜七年跟最初没办法参加 猫神早就 有人去挖了 但大名单选手是上不了主播队的 只能说要是魏央能组一个AG老年组 搞不好挑战者杯 还有机会拿到好成绩 没有黏着歌 黏着歌在那个平台 大家都知道 肯定没有猫神啊 这能选猫神啊 怎么可能能选猫神啊 怎么能选Kat 怎么可能能选Kat Kat在大名单的呀 彪哥也不在 彪哥也不在 但是昨天跟Kat聊天 Kat说有人问过啥 Kat说我怎么可能能打 Kat说他在大名单的打不了的 真有人问过Kat 最后就是AG的节奏自己会带 前有猫神 后有魏央 只能说魏央自从回到AG 感觉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AG 到时候要是跟老东家打比赛 应该会相当精彩 我的队名 已经确定了 就叫4GA 说必须得在选人之前准备好 那我就说4GA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 4GA队 我那个缺啊 这队名真好啊 还能不能到别人来带节奏 我先把节奏带起来 黑子过来说什么 节奏已经带起来了 没有火干了 先把节奏带起来 总的来说 依诺近期收到了很多逆天言论 先是乔西随机 但依诺的头像直言太过逆天了 然后把头像换成了坦然 如今张凯又质疑导播 硬捧依诺 虽然AG最终是有惊无险赢下TTG 导播给谁都无所谓 但还是容易被小黑子抓住机会 至于魏央的主播联赛 可惜了没办法组建 AG老年组 要不然还是有机会拿到一个好成绩 不过像6.6已经转型完其他游戏 AG这个老年组 估计是很难出现了 大家觉得呢